发生率高过子宫颈癌 认识子宫内膜癌 子宫体分为子宫内膜和子宫肌肉层 其发生肢癌症以子宫内膜癌最常见 子宫内膜癌最常出现的症状就是不正常出血 停经前女性只要是非经期间的出血 或是经期间经血和血块过多等异常现象 都要注意子宫内膜癌好发年龄多为50到60岁停经妇女 停经后的妇女如果出血 建议赶快检查子宫内膜癌治疗首选为手术 子宫内膜癌的治疗不论是否转移都以手术为第一选择 除非评估病人手术危险性高 才考虑放射线治疗或化学治疗 子宫内膜癌的高危险群 肥胖饮食西化高油高糖的餐食容易让人囤积脂肪 体重超标 人体脂肪会把肋骨醇转化为雌激素 抑制黄体素分泌 少量脂肪转化的雌激素对停经妇女有益 但若数量过多就会刺激乳房 子宫内膜等器官造成子宫内膜增生 进而恶化为子宫内膜癌 多囊性卵巢囊肿症候群患者 这类患者因为不排卵及月经过规则 造成卵巢只有分泌雌激素 但是缺乏分泌黄体素 无法产生保护子宫的效用 也是子宫内膜癌的危险群 乳癌治疗的患者 乳癌药物泰默细分具有抗磁激素的功效 可降低乳癌复发率 但是这种药物会刺激子宫内膜增生 有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癌 其他患有三高高血压 高血脂和糖尿病的女性 以及有乳癌子宫内膜癌家族史的女性 出今来的早 停今晚的妇女 罹患子宫内膜癌几率会增加 18日后 大家请不吝点赞看 请不吝点赞看 请不吝点赞看